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气体的溶解性质 绿色化学片 气体的状态性质实验 从16世纪到19世纪 许多科学家发现了气体的通信 也研究发现很多的气体定律 在20世纪初期 将气体定律整理为理想气体方程式 根据这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预测 气体体积大小 随温度与压力改变所产生的变化 这是实验器材 利用简易装置操作气体的状态条件 观察气体性质造成的有趣现象 这是气体实验1的步骤 需要观察 以实验12原则来说 符合防费、节能、简洁的原则 总要不做不罢休 实验1记得穿 护目镜戴好咯 长头发绑好啊 安全记得做 实验准备要开始咯 我们今天要介绍气体的性质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气体体积与压力的关系 我们需要材料有玻璃瓶、抽气装置、针筒、刮胡炮、橡胶软管 首先我们在玻璃瓶内挤入一些刮胡炮 装上抽气装置 用橡胶软管连接针筒 将针筒往后拉 把抽氯瓶内的空气吸出 使内部的气压降低 随着瓶中气压的下降 我们看到刮胡炮越长越大 体积明显的膨胀 刮胡炮将气体困在泡沫结构内 可以清楚显示 这些泡沫内气体体积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重复抽取、转动三向阀 我们的气压已经来到了14公分拱柱 此时的刮胡炮已经快要充满整个瓶子了 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啦 我们要进行泄压 而且是快速的泄压 让瓶内的压力瞬间回到一大气压 看看刮胡炮的体积有什么变化 用手堵住橡胶管 再转动三向阀 刺濕 瓶内的负压 吸住手套 手套只要一拔开 外部的空气就会瞬间进入瓶中 来 3 2 1 放 我们可以看到 在泄压的瞬间 压力表弹回一大气压的同时 刮胡炮的体积恢复原状 让我们再看一次 刮胡炮 让我们清楚观察到气体压力与体积的关系 压力越小体积越大 压力越大体积越小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温度对气体体积的影响 我们在一个宝特瓶内放入冰水摇晃 让宝特瓶内充满冷空气 接下来将冰水倒出来 让瓶内空气慢慢回温 这时将宝特瓶盖子 沾一点水倒放在瓶口 注意宝特瓶的盖子形状要选平的 如果瓶盖有商标纹路 会造成气体露出 我们看到 随着宝特瓶中温度的回升 气体体积持续膨胀 气体膨胀就会让瓶盖跳起来 瓶盖持续跳动 表示内部气体持续的膨胀往外露出 气体的膨胀因为用了宝特瓶盖 而变得容易观察 宝特瓶回到室温后 用手握住瓶身 手的温度也能加热宝特瓶内空气 让瓶盖继续跳动 我们今天的实验设计 让气体体积与温度压力的关系 变得容易观察 温度越高 体积越大 压力越大 体积越小 今天的实验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